大家好 我是阿德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件事 叫做Cosplay 不知道大家有聽過 瑋瑜裡面這隻是我的朋友 他叫做風藻菊 我都叫他爵爵 實在他到現在差不多十幾年 以前拍英雄聯盟實在的 你看看瑋瑜裡面這隻角色叫做Lulu 是不是跟他本人有所感受感 不要下班好嗎 當初實在的時候 我叫他是一個美少女 不過後來我現金本就不成了 最近他就嚇一台空拍機給我 說什麼他要去風之旅人 叫我報名三點去他的家 所以我就對中華 晚上七點半坐車 跟轉隔天去教他 下車的時候我本來想說 這應該是他的車 結果幹不是這是別人的車 我感覺實在非常開心 我知道他沒有發生這件事 後面我在他家睡到晚上四點 起來的時候發生 幹那一隻人呢 結果他說他睡過頭了 我問說你是不是在修羅 結果他說沒有 我在看完我看到晚上三點 我聽一下 火都倒閉了 我跟三十五歲歲 跟相片撩來就可以了 不過我跟他說 基本就不是這樣 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你看 外面裡面的這幾句 什麼跟你們想的都不一樣 這就是所謂追求完美 近乎苛求 所以這裡有今天一集的畫面 來呈現給大家 那有人要再跟我問說 什麼是Cosplay 我會跟你講 Cosplay就是 我以為要說頭戲 也不知道就不會為你 總之 我是攝影師阿德 這是新世界觀光的課長GG 有機會再分享更多故事給大家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 掰掰